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偶尔做清洁面膜 清洁面膜做完了之后会用那个水再湿敷一下 我尽量不去贴片状面膜 我大概有两到三年的时间都没有怎么用过片状面膜了 这款水还是很不错的 有的时候偶尔我长那种姨妈痘 或者冒了一些粉刺的时候 我也会用它来做一下湿敷 很推荐 已经快空瓶了 会回购的 接着要说的这个是必柔的化妆水 这个我是看猪毛毛推荐的 他说夏天用来做那个二次清洁特别好 这个水是含水氧酸的 对痘肌也比较友好 可以起到抑制痘痘的效果 然后他用着也是那种特别凉爽的效果 就是有薄荷上脸的那种感觉 喜欢的人夏天应该会觉得特别爽 不喜欢的人应该会觉得他 就是那个上脸的感觉特别不好 除了透心凉心肺痒的感觉之外 他那个控油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夏天我晚上的时候会用他做一个湿敷 就是进行一个二次清洁 因为斩痘的话 你也不可能太经常太频繁的做那个清洁面膜 我会一周用他两次来当做一个清洁 很好用 推荐给大家 他的价格也挺便宜的 接着我要说的是一个国货 这个国货是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看一个博主推荐的 他说他的贵妇朋友都一直在用这个 是有备暗的 不是三无二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总之上脸就是特别舒服 然后有一种润无戏无声的感觉 年十一月的时候 因为工作压力导致姨妈不调 然后整个脸颊长了特别多的那种男种痘痘 特别恶心特别可怕 然后我就真的是绝望了 然后在晚上看见博主推荐这个之后 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入了他 真的 我觉得国货有时候挺好用的 只是我们平时没有太去注意 总觉得这种国货就是一种 就是三无产品啊 然后上脸了对脸 只会糟蹋我们自己的脸 用了他之后 我对国货的改光特别大 他也不贵 那时候 刷十一的时候是做特价 然后我是四十块钱不到吧 买了一瓶 然后还送了一个那个去痘的凝胶 那个去痘凝胶的特别好用 等下次我做去痘特辑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真的很好用 推荐 这个已经是我用的第二瓶了 第一瓶已经空瓶了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流金水 当时我做了许多的功课 当时买的是自律保时乳液的三号 还有这一瓶流金水 然后他送了 还送了挺多小样的 小样里面我记得有 IPSA的那个洗面奶 就是橙子味的 还有IPSA的那个防晒 还有一个卸妆还是什么的 还挺划算的 这些东西在周年轻 或者母亲节的时候买 这个水我用下来的效果 是感觉一般啊 调理肤矿我是没有感觉到 但是保湿效果挺好的 自律乳液 其实上脸我觉得蛮油的 我当时贵姐问了 就是跟贵姐语音 然后她大概问了一下我的肤矿 我跟她讲我是T区会冬天比较干 然后也会有点出油的那种情况 反正就蛮奇葩的那种复制吧 然后她就给我推荐了三号保湿乳液 我就入了三号保湿乳液 保湿乳液早就用完了 因为她每天要每天用是挤三下 然后擦全脸颊脖子嘛 然后消耗的比较快 这个水也快用完了 然后我就放在这里说 总而言之 这个水就是无功无过吧 就是对 因为它标版的是可以 调理肤矿嘛 好像也有去壁口的效果 但是因为我没有壁口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它对去壁口有没有效果 但是调理肤矿我是没有看出来 再来要说的是成岩医生的毛孔收敛水 这个水也是红遍大江南北 太好用了 夏天敷完清洁面膜 然后再敷一敷它 真的感觉世界都变美了 反正夏天放在冰箱里面 敷完清洁面膜再拿出来用一下 真的效果赶赶的 推荐哦 接下来要说的是 MUJI的这一个化妆水敏感肌装用的 这已经是我用的第二瓶了 大学的时候入过一个400毫升的 然后用了一整年 整整一整年 这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一款水 它就是无添加 对皮肤没有什么负担 毕竟我这种油痘肌 唇下不适合用那种 太油太保湿太滋润的水 就是晚上洗完澡 洗完脸 然后如果用那种特别滋润的水 不除半个小时 我这整个脸就是油光满面 特别可怕 用它的话就不会那样子 就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湿效果 然后又不会太滋润 反正我觉得这个水真的挺好用的 雪鸡精的这款水 也是各路人士推荐过的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它 非常不喜欢 我用了它每次用 我每次用它第二天都会长痘痘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四的时候 我大学室友和我说 他回家偷偷用了一下他姐姐的这个水 用了一周 然后整个人肤色明显提亮了 我听到这句话 我听到这句话就蠢蠢欲动了 因为我是我们大学 因为我是我们寝室里面最黑的那一个 我就想说买来试一下 然后结果买了之后 每次用都长痘 那水后来就一直压在我的闲置的箱子里面 今天翻东西的时候把它翻出来了 然后放在这里讲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痘鸡的妹子 和我一样用这个水会爆痘的 最后我要隆重介绍的 就是这一个月木之人的菌菇水 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好用 痘鸡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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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用空的第三瓶了 这瓶已经见底了 马上就要去回购了 一次录它是也是看一个博主推荐的 博主说他每次挤完粉丝 或者长那种红肿豆姨妈豆的时候 我都会用它来敷一敷 敷完以后就觉得特别安心 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个豆也不会发炎特别厉害 然后我就心动了 用了之后就无法自拔了 就一直在用 就是不会天天敷 但是长那种特别厉害的豆 或者是姨妈豆的时候 然后几粉刺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拿出来局部的敷一下 然后起到一个消炎镇定的作用 其实这款水在晚上包扁挺不一的 有的人说它好用 有的人说它鸡肋 但是对我来讲它是挺好用的 没有用过的油豆姬妹子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毫升的水200人民币左右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和日系的一些贵家品牌比起来 它真的是性价比算很高的水了 那这个镇定效果真的是一流 我有时候换季的时候 脸颊会过敏 就是会红红然后干干的 然后用它湿肤的话 去红和去氧的效果非常显著 这样的和李肤泉的对比 输就输在 它的那个喷头和李肤泉比起来 是蛮差的 这个喷头啊 基本上你喷到水 还剩二分之一的时候 简直了 喷出来就是水柱好吗 根本就是没办法均匀的喷在脸上 真的是无力吐槽啊 好了以上就是油斗鸡化妆水加喷雾的吐槽和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 不知道这次的视频 语速有没有变快一点 背景音乐有没有更小声 感谢观看